Hello 大家好,今次想講講TVB記者出了一個文章在林阿熙的Facebook上 我都想講講,首先讀一下那個文章講些什麼 很多人對TVB新聞部前線記者的不滿愈演愈烈 同時有位朋友在TVB新聞部工作有些說話想跟大家分享,給各位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看 我在TVB的前線記者,因為最近的事有些事情想跟大家講 作為新聞工作者,就算我們有些什麼理由抗辯我們明白,最後出來的新聞我們都有份,亦都明白很多我們的報導寫法偏可 你們生氣氣是合情合理,甚至我私底下都希望大家罵,最好罵到我們的高層之驚 可惜高層永遠不會覺得自己錯,袁志偉根本不在意你們的聲音,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甚至他會刊出投訴的數字 表示很多人投訴我們偏波示威者,是很荒謬很瘋,這個就是高層的世界,他自己創造了一個平衡的時空 新聞製作前線記者和攝影只是佔一部分,還要經過寫稿、剪輯、做VO、採取、Check片等等工序才可以出街 簡單而言,在現場做的前線同事控制不到條稿怎樣寫,甚至做VO的同事都未必真的在說自己想說的東西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我們前線的記者絕對支持新聞自由,支持普世的價值、新聞原則 採訪現場我們也不會容許自己偏幫任何一方,我們可以做的只是把真實報回去 最後報到出街變了樣子,我們都不想,甚至很生氣,因為我們出樣子、出聲、出名,出街就變了自己的報道 TVB還有沒有存在意義呢?其實我仍然覺得有 現在在開Live的時代,多幾部Camp開Live,其實真的記錄到多一些事實 例如今次射頭、警察丟了鐵枝等等,其實我們的攝影師都捕捉到 Live已經出街,也有網民CAP到圖,至少我們成功記錄了事實 還有關於說我們沒有用一些片,事實上我們內部非常混亂 6月12日當日海良直播片傳回公司,人手上或方法上都沒有好好組織怎樣去抹下重點片段 其實可以做的,我們盡量做,之後組織回,盡量出回 TVB是大台,但是內部真的很混亂,指揮的調配都很差 做TVB就是共犯,有良知應該辭職 首先我想說一句不好聽的話,我們都要生活是很卑微,但這是事實我不會否認 很多同事家一家大小真的不可以說走就走 同時我們都會想我們堅守工作崗位,盡力將事實全部記錄低 為什麼最後我會被迫到生計沒了,飯都沒得吃 為什麼不是坐在房間裡的人去承受 還有一點就是,這個平台真的有影響力 就算大家不開電視查多少日日播,商場醫院都會播 你怎麼都會吸收到我們的新聞,大多數同事都是堅守新聞原則 民心我們都出過一些公道的故事,或者至少我們可以令到事情不可以去到那麼極端 如果我們真的走了,再換一批更容易控制的,就會連最後一點平衡都打破了 我一直都有提自己,可以做的,盡做 這幾天已經去到一個每位同事都很灰,很不開心的地步 我才會這樣說出來,之前有人在網上把一班同事起底,我都很擔心 見到前線一直很努力的攝影同事被攻擊肉麻更加痛心 我們都有在崗位上盡力為香港做事 或者我們可以做的只是防守,防守新聞價值,但我們最後都真的有努力 最後有幾件事想說,真心希望大家不要搞出去採訪的同事 走出去被罵,回去再對著這班老闆,很大壓力的,真的很辛苦 希望大家體諒,還有希望大家不要起底,真的 如果在現場你覺得我們有違反新聞措手的行為,即管質疑 但希望大家不要見到TVB就違 大家盡量下所有失實,編劃的報導,然後去投訴 記得通管局其實沒什麼能力去判斷新聞 所以請同事寄到TVB對外的事務部 我還相信作為一個雙型機構,群眾力量夠大的話,很難置諸不理 新聞部都是整間公司的其中一個部門,還有希望大家接受,TVB真是大台,怎樣罵都好 很多中年人都是要靠TVB吸收資訊,或者可以試試跟長輩分析 見到公讀的故事就叫他們望多兩眼,他們信任TVB我們都可以利用這一點 最後想說,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再罵,大家應該罵,甚至有行動,例如投訴 但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們前線的情況,容許我們和大家一起努力 做得多得多,相信我們,多謝大家 好,文章就完結了,也想說一說對這篇文章的一些看法 我自己對這篇文章的看法就是沒有什麼特別認同 但我是有事情反對的,我是有事情反對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懶血還是什麼 因為看到他說很辛苦很慘,大家都知道TVB近來 就在直播或者採訪期間都受到一些不禮貌的對待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也想說一說 可能是被人罵,被人圍著,被人罵,被人圍插,又遮蓋著他不讓他採訪等等 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呢?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上一段影片 大致上都有說過,當然那段影片不能足以令到所有人都這麼憤怒 對於這個TVB又不斷圍著他,又罵他,又舉牌,又遮蓋著他等等 詳細情況可能你要再自己了解,我大概會講一講 很多新聞報道出道來不是真的熟實,或者是他會避開了一些重點 避開了一些真正想要,即新聞真正的價值,他可能會避開了 那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好,我也想說一說其實這篇文章中括而言有一句話 是可以完全在這個文章上出來了 就是我也是打工的 我看到他這麼大的文章 其實我自己看得出這篇文章其實都是說我也是打工的 我也是打工的 我完全就不認同這句話 我完全不認同,難道你說我也是打工的 那就完全沒有自己的責任,沒有自己的責任感或者是如何 因為你其實,老實說你是屬於一個傳媒的機構 你是一定要有一個中立的立場,客觀的一些意見 你不能夠用到主觀的意見去看待或者是對待一些新聞 一些報道,你是不可以的 其實這句話,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警察套用我也是打工,他也可以的 他也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有問題? 這麼多人覺得他有問題,就是因為 你雖然是做警察,但是你自己心知你不只是打工那麼簡單 你做的事情可能是保衛香港的治安 其實最重要是保衛香港市民 你是不是真的單單是打工那麼簡單呢? 我覺得不是 他也有說到 先看看 他也有說到 有人要生活很卑微,這是事實 為什麼最後他們會迫到新計沒了,飯也沒得吃 為什麼不是坐在房間裡面的那些承受呢? 這個就要問回房間裡面那個 真的 其實這一句引用另一個機構也可以 另一個機構也有一個人坐在房間裡面去享受,外面的人就承受 好,我也想說一說 那TVB為什麼會覺得 TVB是共犯要辭職呢? 有良知的話 我自己都覺得 如果你還在TVB做的話 你就不要怪人去說你是有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經過這件事 我已經沒有看TVB了 TVB的新聞或者甚至台 我都不會刻意去看 我都不會刻意去看 只是覺得這個台其實很不中立 很不... 即... 不能夠是一個真正報道事實的真相 那... 新聞台令到... 新聞台都是這樣 其實81、82、J2、翡翠台都是差不多 我索性一次過不看 順便代一個無聲的抗議 不過反正我一個沒有看的話 其實對他都沒有什麼特別大影響 再說說 那... 如果你真的... 真的有良知的話 其實真的辭職了 因為其實TVB是很... 很不中立的 如果你經過了這一次 你都覺得 我只是打工而已 不可以說走就走的 有一家大小要養的話 那就不要怪人了 真的 真的不要怪人 嗯 老實說 我也有想過 他就說很多同事 家裡有一家大小 我自己覺得 你TVB是不是有這麼高人工 這麼好的待遇 令你覺得我還要留在這裡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走開TVB的話 去另外一處離巢發展 我相信 如果你真的有能力 或者是自己有能力的話 我不相信你出去是找不到工 或者是... 沒有人願意請你 再者想說一說 就是... 這句說話 就是... 人家都是打工而已 我也想說一說這句說話 說得出這句說話的人 其實是沒有心思熟慮去想過 整件事的背後 的一些情況 或者是一些真相等等 我以我自己為例 我之前就在一個商場上工作 有些客人去投訴 或者是給一些意見 可能說地板太事 或者是廣場可能停了 或者是沒有開放 又不快點公佈等等 我不會馬上說 我也是打工而已 其實這句說話 除了火上加油之外 我自己覺得這句說話 是很沒有責任感 因為其實你做得那間公司 做得那個職業 你就是... 背負著那個公司 或者是代表那間公司去工作 你不能夠一句說 我也是打工而已 就完全去推翻了 你所有應該有的責任 所有的責任 或者一些義務等等 你都不能一夜推走 是一夜推走 我也是打工 這句說話不能夠成為你的抗辯原因 尤其是對公眾的一些說話 或者是對公眾的職業 或者是... 對公眾的職業 例如是一些什麼呢 記者 記者覺得很不可以說 還有一些就是服務性行 都未必可以說 其實都很沒有責任感 這句說話 好 經過這段事件的時候 如果都是堅決要留下的話 那就真的沒有辦法 條路自己選擇 那就什麼什麼不要哭 這句說話都可以引用 都可以說說 就是... 他也說到 如果全部都離開 即是記者如果全部都離開 再換一批更容易控制 就會連最後一點點平衡都打破 我自己就不認同 因為一間公司如果真的衰到貼地的話 其實他請人已經很困難 請人已經很困難 如果請人很困難的時候 那證明什麼呢 人手不足 人手不足又會怎樣 又會影響什麼呢 員工辛苦 即是前線的員工可能離開了五個 你員工只剩下一個前線 那個前線就頂了那五個人的工作 或者幕後都掉上前線 可能就會引生到一些人手不足的問題 或者是分工的問題 分工不公 不公平的一個對待 我自己覺得 反而如果你是真的想 令到他有一個影響 負面影響一個壓力的話 最好是脫離這個公司 真的 沒有東西帶得一個影響 就是員工不足 因為員工不足的話 你新聞台沒有前線 那怎樣刨新聞 怎樣去找新聞來做 那幕後那些可能 你如果幕後那些不肯出前線的話 那沒有新聞 都沒有人給他影片去剪什麼 剪什麼 去做什麼剪接 什麼檢查片 不用做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篇文章 其實某程度上 我是很大認 沒有平息到怨恨 或者是一些怒氣 不過我自己都不認同 也都不建議大家去阻止採訪 或者是遮擋他們 圍著他們 其實都不算太好 一方面 他們不能採訪這些小事 第二件事 會令對方覺得 這些人連採訪機會都不給人 有沒有問題 就會有一個位置讓人進去 所以最好是不要做 可能你舉牌的 正正的舉牌 我覺得都會有用 正正的舉牌 就是他可能會思考 為什麼他那個人會舉牌 可能會思考他深一層的意義 究竟是什麼呢 我自己就不認同去包圍記者的做法 因為記者始終都有採訪 但是我自己覺得 TVB就真的不好看 TVB真的不好看 這次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會忘了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有一個小明星 我們下次見 劉矛瑪 有一個小明星 好說 見 很像